一侧 画面里身材壮硕男子 后方跟着一位女子 之后进入饭店房间 监视器显示月半小时后 女子离开 全长33秒影片中的 这名男子貌似 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那我看那个影像的年代久远 那经过剪接 我想也不要认你影射 影片起初两人走过大门 女子身穿低胸花纹洋装 之后跳街饭店走廊 女子换穿白色园林小花洋装 收纳包也变成手提包 而该看似有些历史感的影片 是由粉砖Next逆袭 在10月24号凌晨一点多发布 这个粉砖自我介绍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而下午网路又流出三张 疑似郑文灿和该名小花洋装女子 牵手拥抱照片陆续释出 专家认为颇有目的性 配合着郭台铭在中国被查税 被查土地使用一起发出来 那个三种事情同时发生 他就不会只是单纯的巧合 比较像是中国试图要 介入台湾的选举 追踪Next逆袭粉砖 从2019年就存在 2020年力挺韩国瑜选总统 之后以批率为主轴 在郑文灿的影片后 又PO出民进党要参选 高雄市立委的李博弈 与女子合照 下方还写助当选立委 朋友的女儿她是一个网红 她在IG上有8.2万的追踪数 那她知道我要选举 她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忙我 呼吁有心人士 不要用这种影射的方式来恶意中伤 宣战越打越激烈 袭瑞的痕迹都可能成为武器 而对于疑似郑文灿又有 与女子亲密照片曝光 行政院表示以郑文灿本人的说法为主 30人周冠宇侯采用SN小组台北